路加福音第十八章 耶稣给他们设了一个比喻,论及人应当时常祈祷,不要灰心。 他说, 某城中曾有一个判官不敬畏天主,也不敬重人。 在那城中另有一个寡妇,常去见她说, 请你制裁我的对头,给我伸冤吧。 他多时不肯,以后想到,我虽不敬畏天主,也不敬重人, 只因为这个寡妇常来烦扰我,我要给她伸冤,免得她不断地来纠缠我。 于是主说, 你们听听这个不义的判官说的什么? 天主所照选的人,日夜呼吁他,他岂能不给他们伸冤, 而牵沿俯听他们吗? 我告诉你们,他必要快快为他们伸冤。 但是,人子来临时,能在世上找到信德吗? 耶稣也向几个自称为义人,而轻视他人的人,设了这个比喻。 有两个人上圣殿去祷,一个是法利赛人,另一个是税吏。 那个法利赛人立着,心里这样祈祷。 天主,我感谢你,因为我不像其他的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 我每周两次进食,凡我所得的,都捐献十分之一。 那个税吏却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都不敢。 只是捶着自己的胸膛说,天主,可怜我这个罪人吧。 我告诉你们,这人下去,到他家里,成了正义的,而那个人却不然。 因为凡高举自己的,必被贬义,凡贬义自己的,必被高举。 有人,也把婴孩儿带到耶稣跟前,要他抚摸他们。 门徒们见了,便斥责他们。 耶稣,却召唤他们说。 你们让小孩子们到我跟前来,不要阻止他们。 因为天主的国正属于这样的人。 我实在告诉你们,谁若不像小孩子一样接受天主的国,绝不能进去。 有一个首领问耶稣说。 善师,我要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 耶稣给他说。 你为什么称我善呢? 除了天主一个外,没有谁是善的。 诫命你都知道,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应孝敬你的父母。 那人说。 这一切我自幼就都遵守了。 耶稣听后,便向他说。 你还缺少一样。 把你一切所有的都变卖了,施舍给穷人。 你必有宝藏在天上,然后来跟随我。 那人听了这话,异常悲伤,因为他是个很富有的人。 耶稣见他如此,便说。 那些有钱财的人,进入天主的国是多么难啊。 骆驼穿过针孔,比富有的人进入天主的国还容易。 听众遂说。 这样,谁还能得救呢? 耶稣说。 在人所不能的,在天主是可能的。 伯多禄说。 看,我们舍弃了我们的一切所有,跟随了你。 耶稣向他们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了天主的国舍弃了房屋,或妻子,或兄弟,或父母,或子女,没有不在今世获得多倍,而在来世获得永生的。 耶稣把那十二人带到一边,对他们说。 看,我们上耶路撒冷去。 凡借先知所写的一切,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 他要被交于外邦人,要受戏弄,侮辱,及拓兀。 人在鞭挞他之后,还要杀害他,但第三天他要复活。 这些话,他们一点也不懂。 这话,为他们是隐秘的。 他所说的事,他们也不明白。 耶稣将进耶里哥时,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 听见群众路过,便查问是什么事。 有人告诉他。 是,那咱里人耶稣经过。 他便喊叫说。 耶稣,达卫之子,可怜我吧。 前面走的人就斥责他,叫他不要出声。 但他越发喊叫说。 达卫之子,可怜我吧。 耶稣站住,叫人把他带到自己跟前来。 当他来尽时,耶稣问他说。 你愿意我给你做什么? 他说。 主,叫我看见。 耶稣给他说。 你看见吧。 你的信德救了你。 他立刻看见了。 所以跟随着耶稣,光荣天主。 所有的百姓见了,也都颂扬天主。 我看见了,也都领扬天主。